你好,白兰文先生,你好,今天又和你们相聚了,有马上失误了,我听说您曾经在北京的时候得过比较严重的脑梗,当时这个病的情况是什么状态,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个病呢,是10年1月8号得的,哦,11年了,11年多了,当时呢,也是在单位值班,突然就觉得不舒服,不舒服以后呢,被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以后,一诊断,做核磁, 嗯,确诊,就是脑梗,脑梗,脑梗,第一天还可以,第二天以后呢,就非常严重,他是当时医生诊断是零级,这个病呢,后期我们了解到,他一路分五级,哦,五级就是相当于正常人,哦,我是零级,零级什么概念,最严重一级是吧,对,是最严重的一级,哦,可以说呢, 基本上一点也动不了,一点都动不了,躺在床上,胳膊腿都不能动吗,完全不能动,那说话能说吗,就像,就像面条煮熟了,哦,放到那里,哦,任意,没有动作,没有动作,它就是零级嘛,哦,嗯,酸的是,很痛苦啊,很厉害, 一共,当时是,然后就,就开始呢,确认以后,嗯,完全就是,怎么说呢,嗯,吃喝拉撒,就是24小时,当时不能离开人,哦,那个时候呢,把嫂子这个辛苦坏了吧,哈哈,家里人全忙了,全忙了为他一个人,啊,这个病就是,就是这样, 很多人呢,嗯,如果家里有病人的,类似的,嗯,本人得过的,嗯,是最有机会,嗯,家中一人得病,全家要忙,全家忙,对,你像,嗯,白天,基本上都是,我老伴,嗯,嗯,家属也,就是,全都在, 很忙,因为,嗯,因为,吃饭,啊,要喂,哦,你看到当时的情况就是,有什么,像老人一样,嗯,把床摇起来,把背,卷起来,嗯,放到后面,哎,然后人摆正了,围个毛巾,啊,吃饭呢,吃一口菜,一口汤,一口饭,哦,啊,就是一日三餐, 都靠老伴来服侍 刷牙洗脸 所有的 上厕所 一人搬不动 就要两个人嫁 晚上呢 也是一样 家里人 我的一个妹夫 每天是下班 就到单位 从单位直接上医院 要接替他的班 接替老伴 对啊 一个人能弄的话不累惨了 晚上 我们的妹夫挺心疼我 对 就是也不能离开人 早上起来 很早 就是他接班 然后 我的妹夫再去上班 哦 反正是 如果 两个人有事情 临时 再动用家里的其他人 那您那个是 什么时候开始有转机的呢 转机是 一个半月左右啊 就 就开始有所 就是不够缓和了 有 经过治疗 啊 经过治疗 但是这个病啊 嗯 如果有点基本常识都知道 这个病呢 它是 可以这么讲 三分治 或者两分治 要八分或者七分去锻炼 靠锻炼 主要是后期锻炼 还要中西医结合 自己锻炼就是康复 康复 就康复 然后呢 在治疗当中 刚才老伴说了 要中西医结合 他是这样 康复呢 那现在你说中医西医都都可以啊 对 但是呢 呃中医 他要给你调理吃一些中药 哦吃中药 进行体内 因为你得这个病啊 嗯 实际上他也是一种 用中医讲话就是气血炎 预炎 导致的 哦 导致的 所以要中西医结合 但是 后期的康复很重要 后期的康复 应该 我的康复师 他可以教给我的锻炼的方法 从 最基本的 大概有十几种 哦 你天天都按他的方法去做吗 对 靠自觉 就靠自觉 这个一定要 就是说您那个 开始也不能走 也不能 胳膊也不能抬起来 全身还是光一个胳膊 不 还有腿啊 都不能 是半边还是一边 半边都不能动 那边能动 嗯 对 这边 它是酸的 嗯 酸的右面 左半部 动了不了 一点都没 就是说胳膊也没法抬 那 不可能 能走路吗 一点 不可能 零级嘛 站都站不起来吧 零级嘛 就是跟你想 嗯 就像面条煮熟了一样 嗯 拿起来 你一松手 那就是您病了多久以后 能够 就是说能站立了 三个月 站立大约在 差不多了 三个月 三个月就能站立了 站起来 站着 站着 走 不行 走还不行 走路还不行 哦 那就从 从走 从那个能站的到 能走起来 用多长时间 半年 要 五个月吧 半年 五个月 将近半年吧 就半个年 就能走起来了 走的时候 当时 就是不平 走起路来 得据据拐拐的那种 累 但你现在 你看 我看着您走路 跟这场人没什么区别了 现在走路 基本看不出来 一个是时间长 再有一个 就是一定要坚持锻炼 坚持锻炼 而且锻炼的方法 一定要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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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急于求成 很多人 我在医院里看到很多病友 第一 他们一种是急于求成 就想快点走 再有一个方法 所以很多人留下的后遗症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走路 画圈 走路画圈 画圈 咱们俗话说的 就是什么 画圈点点啊 对 对 对 风百荷叶 是不是 对 主要就是方法 不太不太正确 对 你不能急于求成 有的人就是急于走 我一开始也是 急于走 急于走 大夫告诉你 你走得好看 对 对 就像大街上 很多人 他就是 康复训练的方法 不对 要从基础训练 他就 比方说 他说这个人啊 得这种病的人 为什么他走不好 他主要是什么 腰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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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走路啊 是腰带腿 腰带腿 腰带大腿 大腿带小腿 小腿带脚踝 这样走路 这样走路 而且走路的时候 你 你就慢慢 如果翻分解动作 你就可以看 他是脚背 朝地 然后是脚掌 很多人呢 看到的 他就是 康复训练的不好 他产生了什么效果 他的腰力不够 腿力不够 他是甩出去 就是说您那个 能走路走 走好的 用的多长时间呢 大约 其实 六七个月以后 六七个月以后 就能够走得很好了 就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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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您在 过去在北京市政府工作 北京市哪个区政府工作 那您 您为什么要选择的淫滩 是怎么想的当时 后期就考虑到 就主要是 一是锻炼 锻炼 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这个环境很重要 那您怎么就选择淫滩这个环境呢 考察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北海 不过海 北海周边 他那个环境不太好 海南 他冬季时 夏季不太好 最后就考虑到 灰海地区 我来听说 这儿有个淫滩 是您病了多久 在这儿买的房子呢 房子买了 大约是 福尔他来的 一二年 一二年 得了病了 第二年 得 得病第二年 就在那儿买房子了 第二年 福尔他来的 福尔他过来的 那么就是在这儿锻炼的吗 也就是说 您的整个康复过程 大部分都在这里 康复的 喝这儿的水 吸这儿的空气 这真的是起作用吗 因为我在银滩 遇到过好多脑梗病人 他们在海边 或者推了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三的那种车 反正就是在康复 也有组的拐杖的 就是您这个 通过到银滩以后 没组过拐杖 你没组拐杖 拐杖都没组 从来没组 你就扶着他 天天 慢慢就能撒手了 就在银滩康复的 那在北京的话 康复 在银滩是很大的变化 在银滩发生的 我们小区人都知道 我们小区人 有的人说了 几年没看到我以后 他就说了 你那个变化太大 你过去什么样子 我这么说吧 我在银滩我来的时候 我买房 我买的是一楼 一楼对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上二楼以上 就很困难 对 就很困难 不是说为了什么有个园子 还不完整 挑什么 就是因为上楼什么 不太方便 现在如果是现在 肯定会要一楼 为什么呢 因为一楼相对 它会比较潮一些 现在你要爬几楼都可以了吧 爬六楼都没问题了 爬十楼也没有 身体变得这么好了 那就是说在这个银滩 是康复 整个康复过程在银滩 大部分的时间 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每天早上 我们小区 从门外的话说 几乎我是天天第一个 第一个起床 起床就是出小区 对 你去拍每日播报去了 刚一开始没有播报 刚一开始就是到海边 走一走 走啊 就是到海边去走 锻炼嘛 对 呼吸着大海的复养离子 那多好的空气 对 而且也是环境也非常好 人也少 空气好 环境也好 寂静嘛 是不是 对 你养生养老养病 要求的就是这个 比较相对比较安静的 哎老哥你现在多大了 现在 今年 六十八了 六十八了 你得病是六十七岁就 不 五十五十七岁得的病 在这一宿就住了十来年了多 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 基本上从退休以后 一年要住十到十一个月 离不开银滩了 基本上 离不开银滩了 不想回北京了 不回去了 那就把银滩当成自己的家了 第二个故乡了 第一故乡 第一故乡了 那北京那边还有房子吗 有啊 我北京房子很大的 多大平米 将近一百平方 哦 那真不小在北京 而且在二房边上 哎呦 那很值钱啊 那房子 还是新楼 还是新楼 新楼 你要是现在市价的可以卖多少钱 至少一 应该在一千万 左右吧 哎呦 千万福 不得了 哈哈哈哈 不得了 呃 在那边现在也不打算卖吗 呃 卖还是不打算 不打算卖 还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根据地 哈哈哈哈 对 北京还是留个老家 哦 北京留个老家 哈哈 好 非常感谢今天接受我的采访啊 哎